再来是我们的独家讯息 高雄市在刚刚惊传一起火烧车的意外 一辆黑色的休旅车 疑似因为天气太热了 高温再加上零件出了问题 车子开到一半 先是引擎盖冒烟 接着就起火燃烧 驾驶惊吓跳车 头发被烧焦了 脸也黑了 天气热到爆 消防团员赶到事故现场 轿车还在烧 又是火又是烟 引擎盖整个爆销 好在驾驶及时跳车 没受到波及 但他的头发也差点被烧光 真的吓坏了 驾驶说这辆车不是他的 是车主委托他开车去保养 没想到车开到一半 就看到引擎盖子冒烟 他赶紧打119 先跳车逃命 果然接着汽车就起火燃烧 真是千军一法 驾驶头发被烧焦 脸也黑了 到底是天气热 高温导致 还是车辆本身有问题 事故发生真正原因还在查 火烧车意外 差点也波及停在路边 整排的摩托车 有惊无险 记者郑一轩宋德威 高雄报道